欢迎回到市政有约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大家去拜年的时候 一定会一起享用一些丰盛的新年大餐吧 是 而作为这个海味四大天王之首的鲍鱼 往往就是餐桌上的主角了 所以之前我就去前往拍摄了一根鲍鱼的 整个制作有关的短片 是不是很幸福 那你肯定有得吃了 很有口婆 当然除了吃之外 相信你也长了不少知识 因为我不好意思 只是光吃 要学挑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吗 原来挑干鲍还有挑罐头的鲍鱼 有它本身的一套学问 真的 马上来跟随友谊一起去看看 吃七豆腐做你啪啪 这是一句潮州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 人只有在富足了之后 才有能力将多余的食材拿去风干 食材经历了脱水精华浓缩 所以更显得美味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华人喜欢在农历新年这样子的重大捷庆 以干货入菜的原因 因为这寓意着丰收富足 新加坡港口地理位置优越 向来是本区域进出口的重要枢纽 有文章记录 华人比莱佛市更早来到新加坡 主要具体在新加坡河一带 他们除了捕鱼和开垦 也会医合从事进出口的生意 例如海味干货的进出口 有可能新加坡当时是最大的交易站 因为当时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甚至去到中东 印度他们的货都来新加坡中转 当时很多贸易都是用潮州人为主 在做海味 因为潮州人在中国他是靠海的民族 他也对这些产品很了解 所以藤旧了很多的潮州人 变成中转贸易山 明年是潮州人吧 是的 50到70年代 走在潮州人聚集的香港街 北甘纳路一带 处处可以见到商家 用筛子风干海鲜 买卖交易的热闹情景 沿街都能够闻到海风味 然而这样的情景已经不存在了 来到80年代了 新加坡的政府就开始说 我们新加坡要成为很美好的环境 所以要我们搬到工业区去 那很多人不要搬去 那在香港的西环中环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贸易山是新加坡人 所以当时从新加坡的一批去了香港 然后一批就是去到了工业区 工业区 从90年代尾2000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也跟新加坡政府当时的想法一样 那这个整个干货市场 现在去了管州一德路 海卫四大天王 包生赤肚 以鲍鱼为首 而当中更是以干豹最为珍贵 要挑选干豹 除了看鲍鱼的大小 完整度 通透度 制作的过程也很重要 我现在如果真的要挑干豹的话 我应该总会下手 如果要开始学怎么煮干豹鱼 那要选小个 挑小个像这样子吗 是的 在我们来说是30头的豹鱼 30个一斤600克 所以这个是30头 是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两头 这个是野生 这个是养殖的 所以养殖的呢 这个鲍鱼应该要养三年半 那这个野生呢 有可能在海底已经25岁了 那它还没处理之前呢 整个鲍鱼要三公斤 那用盐一剂 它就飙水 那就剩下七八百克 然后又再发酵 又再经过这个二三十道功夫呢 它就变成一块小肉 OK 不过当我们把这个发出来之后呢 这个300克呢 会大概是400多克 它会再膨胀一点 会再膨胀一点 所以大小只不过是 看它的价位的其中一个因素 对的 它基本是晒干的过程 有一些是大师级的 有一些是没有这样多经验的 那做出来味道不一样 一般上我们在看呢 我们会用灯光再照 照过去之后呢 它会不会显透明 对 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那个是光线 像咸淡丸这样 做干包这个大师傅呢 他能够把它纤维啊 把它搞透 然后变成有弹心 所以到时候它的口感会好 会好 会滑 不会粗糙 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第二才是香味 要闻下去 它有香味 它有海味的香味 然后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药味啊 苦味啊 然后一些腥味啊 那这样子 它的外形方面 可不可以也看得出什么端倪 在加工上面呢 我们看它的外形呢 这一部分呢 最好就不要裂 因为当你有裂缝呢 你在煮的时候呢 它的弹心一直往外跑 那我们吃干包 是吃到最高峰的时候 就一定要弹心 是 要粘刀 要很香 要很糯 所以各家处理的功夫好不好 在烫的那一刻也很重要 绝对 在加工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 干包香气浓郁 但烹调的过程讲究技巧 而且价格也比较昂贵 相比之下 汤包 也就是罐头鲍鱼 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可以挤开挤食 更为方便 罐头鲍鱼啊 这个是在新加坡 有个很大的历史 我们最早期进口的鲍鱼呢 是在六十年代 不过罐头鲍鱼 第一罐罐头鲍鱼 从墨西哥来的 七十年代才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当时都是用海洋运作 所以它一定要放在罐砖 才能够卖得也 鲍鱼鲍鱼嘛 鲍鱼有鱼嘛 那从商家的喊话做上来呢 变成华人必备的东西 那摊豹给一般家庭很容易处理 不像干豹 干豹其实是熟鲍鱼 就是整一鲍鱼挖肉之后呢 洗白之后翻到罐子里 加盐加水 把它盖封出 然后浸在一个真空的机器里面呢 把它蒸熟 我们在买罐头鲍鱼的时候 其实应该注意些什么 一般上它们会写四二五gram net weight 连水它都把它酸在里面 那把水拿出来之后 它的rain weight OK所以在买罐头的时候 要看上面有没有写drain weight 这是把水倒掉以后 我深圳鲍鱼的重量 那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呢 有一些鱼木混粥啊 它们把那个原砖纸撕掉了 然后就连上那个漂线纸 所以在买的时候呢 要小心 罐头鲍鱼呢 如果从澳大利亚过来 EX是澳大利亚 PX packing house 是新西兰的 南非鲍鱼呢 罐头鲍鱼呢 你买AO或者买AG 这个是工厂代号 然后我们墨西哥鲍鱼呢 如果你买墨西哥鲍鱼 其实很简单 好的墨西哥鲍鱼 一定是喷气罐 不是粘质的 无论是干鲍还是汤鲍 过年吃鲍鱼都是好一头 如果不建议付出较昂贵的价钱 现在市面上有真空包装的干鲍 只说简单热一热 就可以品尝了 OK我先切之前 有没有什么应该特别注意的事情 有 切鲍鱼呢 不能切成薄片 干鲍一定要切成眉角 那你要最好就像叶饼这样切 那因为我们要吃弹心弹心 所以在咬的时候呢 从外围咬到中心 每一口都有弹心 它的味道好浓郁 而且感觉到是整个很充沛的鲜味 完全锁在这个肉质里面 让这整个东西感觉 吃起来就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这个黏过得不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 希望所介绍的这些知识呢 让大家接下来 以后点鲍鱼的时候 都可以成为专家了 看着都流口水了 接下来呢 是新年有奖问答的时间了 今天呢 将有两位幸运的得奖者 好我们准备的首奖 是一对2月23号装艺大游行的入门票 再加上呢 新加坡造币厂所提供的 苟年纯银纪念章一枚 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呢 可以赢取龙徽礼品提供的 李兰一个 马上来看看 今天发出的这道问题呢 就是 请问在新加坡最早 是从哪里进口罐头鲍鱼的 A是新西兰 B是墨西哥 想要赢取奖品的话呢 请把正确答案 还有姓名和电话号码 发送到失诚有约的电邮 Hello Singapore at Mediacorp.com.sg 我们会是在明天 2月17号下午2点钟 把得奖者的名字 还有正确的答案 公布在失诚有约的 面部网页上 当然在三个月之内 如果已经迎娶过奖项的话呢 请您将这个机会 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是 也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呢 再次有请 安徽楚州演艺集团 为我们带来一段 花骨灯的表演 再次也再次地 公祝各界新年快乐 健康平安 失诚有约 我们下周一大年初四 与您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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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